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创业者看不懂投资人的原因 创业者为什么会看不懂投资人 第一个我们就必要界定说 这个投资人到底是哪一轮的投资人 因为每一轮的投资人 他对创业者的要求会不一样 他看的重点也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你是个天使轮 天使轮普通来讲 他很有可能他产品都还没有出来 他可能只是一个创意 或者说他预期要把这个创意做成产品 既然他产品没有做出来 他怎么可能会有数据呢 所以基本上天使轮的人 他本身的投资者他是不玩对赌的 他今天希望的就是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利润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讲 因为后期的部分我们讲P一轮 他基本上他就是要求你要能够短期间上市 所以他可能只有20%38%利润他就可以 他不要求几十倍或几千倍 但是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在短期间可以上市 那A轮的目的 A轮之前 基本上你要有商业模式 而且你要有很大的成长可能性 人家才会去投资你 那至于到如果要B轮的时候 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 他在讨论这个创业者特质 他们就觉得非常重要 这创业团队的特质也非常重要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创业团队的话 你的成员的话 有多几条退路 或者多一条退路 对他们来讲 就是多十倍失败的可能性 那到西轮的部分的时候 这个创业者跟创业团队的使命感 会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在看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我们不是业界人 我们是不大懂他的语言 但是我们在 在历次跟他们讨论的过程当中 逐线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说 基本上就算是投资人 他在每一轮的投资人 每个产业投资人 他都有不同的在乎重点 那当创业者你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在提报 或者你今天在掩饰你的简报 或者在找投资人的时候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拍这本书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